独立了63年以来 我国依然拥有多元种族、多元文化及宗教的色彩 我认为只要尊重各族群的合法地位 就合理的需求 采取中庸的治国防征 摆脱种族极端及拐杖的文化 专注于整体的发展 那么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才能够进步与繁荣的 那么我希望在这个2020年的国庆日 COVID-19这个病毒能够早日消除了 那么大家能够再重新的过到正常的生活 谢谢大家